上一部影片我利用Page Assist Chrome的扩充功能 实现地端执行大型原模型 你可以到YouTube的搜寻栏 输入UlandyChill的AI观测站 点击以后在我的频道往下拉 找到AI实作客 点选底电使用大型原模型的影片 就可以了解相关的安装过程 这部影片假设你已经完成了上述的安装 我会接着介绍Page Assist的简单的功能 使用知识库 Manage Knowledge 使用提示词Manage Prompts 分享你的查询资料 Manage Share 分析网页资料 Chat with Webpage 首先你使用Google Chrome 到右上角点击一下扩充功能 找到Page Assist 这时候你会被带到Page Assist的UI界面 Olama is running 以下就可以使用大型原模型做交谈 接下来到右上角设定Settings 到左手边的列表 找到Manage Knowledge 就是整理你的资料库 我这边已经事先加入了若干格资料 你可以Add New Knowledge 增加新的资料 目前这边可以接收的档案包含了PTF档 CSV档 是一种逗号分格值 Command Separate Values 格式的档案 主要是储存表格数据 Tex.MD档 是Markdown格式的档案 一种7量级的标记语也主要是来撰写格式化的文本 最后还制约微软的Word Document 这边简单做一个示范 Knowledge Title叫做Ulandi Story 这是一篇我使用Charta GPT 产生出来的虚构故事 主要是以工业革命为背景 叙述一位努力下上的小孩 最后得到成功的故事 这边我已经将PDF档上传上去 再点击一下Submit 传送 好 你会看到Status Processing 完毕以后它就会写成Finish 这是刚才你输入的文件标题 已经完成了上传 Embedding Model叫做嵌入式模型 主要就是将你的档案 会转换成向量格式 之后再做内容分析 搜寻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个技术叫做Rock 检索增强生成 你可以在影片项方的说明栏位 点选我之前介绍这个概念的影片 最后两个栏位会显示 创造的时间 以及递出该档案的功能 那目前这一步 你已经了解 怎么使用Page Assist 管理你的知识库 包含增加知识 还有删除知识 接下来我回到New Chart 交谈的页面 你如果这边直接输入 Ulandy是谁 你会发现它没办法 直接分析你资料过的档案 是因为你并没有指定 你要分哪一个文件 所以你要在提示词书栏这边 找到这个方框 Knowledge 点击一下 这边所列的这些项目 就是你刚才上传的档案 我们点选一下Ulandy Story 在Page Assist UI界面的最上方 你就可以看到这档案已经被迁入进来 这时候你再询问同样的问题 它就会根据这个档案去回答你 我们再做一次询问 该告诉你Ulandy是一位英国的技术格新者 和社会改革家 当然他的回答品质不是那么好 不过至少他是站对这个文件去做回答 每次分析只能分析一个文件 如果你要分析其他项技术报告的话 他前面的Ulandy Story就会不见 一般我们在谈知识库 大型语言模型的整合 通常是可以分析多个文件 或许在未来Page Assist也可以做到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教学Manage Prompts 储存提示词提供快速存取的方法 回到右上角的设定Settings 点选一下Manage Prompts Add New Prompt 比如说你常常要询问 罗列文件里面K个重点 这个K是一个变数 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数字去做存取 你就可以在我的Prompt里面 做相关的设定 我这边输入了提示词 罗列文件中的K项重点 使用Key这个变数 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改成需要的数字 为了方便与这个提示词连结 我的标题使用文件分析 连选Add Prompt 我这个Prompt已经被储存起来了 你可以删除或者做后续的修改 现在我回到新的交谈页面 New Chart 之前储存好的报告 Report 2 这份报告是我使用ChartGBT 生成出来的技术报告 接下来我选择刚才储存好的Prompt 文件分析 罗列文件中的 这边我就输入两项重点 什么Meet 现在Lama模型就会根据我的提示词 回应给我 当然这个回答的品质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它可能可以明确的提出两个重点 那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 如果你发现它没办法精准的去做分析 通常是因为你之前问过相关的记录 你要在这边去做移除 Delete Chart History 或者是重新开启 Page Assist 如果你想要将你的询问进入分享给其他的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Manage Share这种功能 事实上ChartGBT也有一样的功能 只不过我个人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你可以在右上角的设定 点击一下Manage Share 这边要改成Enable 再回到原本的交谈界面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一个Share的图示 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我把名字改成Ulandi 这时候询问的名字也会做对应的修正 再点击一下Generate Link 产生网址 现在就把网址复制起来了 所以我这边开一个新的网页 网址贴上去 这是我刚才交谈的内容 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做Chart with Page 也就是给一个网页 使用大型语言模型 分析网页里面的资料 你可以在你的扩充功能这边点选一下 然后找到Page Assist 再点选更多的设定 这边有个功能叫做开启侧边面板 点击一下 你这边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来去做分析 一定要点选Chart with Current Page 他才知道是针对这个网页 我这边选的范例是 这个网页主要提供什么资讯 这边是我得到最后的大型语言模型的输出 Lama 3.2 1 billion 这个模型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它的能力不太足够 去提供更好的输出品质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Page Assist是一个比较轻量级使用者界面 但它功能其实不太齐全 有时候你在操作这些功能的时候 会发现它其实不太清楚 你要针对哪个部分去做分析 然后关掉重新开启 不过如果你只想单纯体验一下 自己安装在地端执行大型语言模型的经验的话 Page Assist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工具 在下一部影片里面 我会介绍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UI界面 Page Assist